呢 吉他堂,喜欢教养伴来的时候 赚钱的语文心 就很紧张,他给我说 准备先看一下 导演能不能出去 然后我看出来我开心 无所谓啊这些违人生 而且得要靠这个东西 把这个预算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所谓的订预算 然后定案子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经验 其实有都是下岗子这样子的状况 好 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在海角七号成功的导演 然后他去拍赛的客户这样子 然后一样的困难 跟一个可能他拍过一部片 然后骗票房比如说三四百块 然后他现在有一个想法 他就想拍一个一样千万的定案 都一样困难 其实台湾的这些就是说 不论我们就寻求资金的这个管道说实在话 其实那个共产的问题都是很接近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要介绍的 都把这个问题再重新再去提出 就是说成功已经如像贵而胜这样子 就是冲到了513 台湾运势最高的标准之后 他再找一个问题 找下一部片 自己就说还是一样的问题 还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们 不管是做这个筛选的方法 或者碰到的人 这种东西 我也不想去讨论的问题 其实说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像双筒 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是 就是七八千万元的两亿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我加的国 所以我再三说 这个是香港的总部说要加这个钱 加这个其实 因为国脑赖太小 我也花了这个钱 我不知道拍这个戏要花多少钱 那当时我在拍那个松筒之前 我是在跟蔡美洋工作 他的电影大概是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台低作 是这个比较一千二 所以我想说 加个五倍 应该够了吧 就是 那种是用这种 那种很无知的方式 就是说加个五倍应该够了 可以来拍这个电影 因为虽然我知道这是一步 难度很高的利益 但是我想加个五倍预算应该够了 后来才发现这根本是够 因为很多事情我要做的话 我要花更多的钱 所以到最后其实 从七八千万到两亿 这预算不是我们家的 不是我在使用超支的 而是一开始 我们的预算就定在那 双方是没有超支的 而且还剩下了三百多万 而且后面那个钱不是我家 是香港总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他还有加一个 生产金无法看那个 就是叫做STAR COST 就说那时候两家会跟 那个David Moss 他们回应原来的 从他们要去澳洲哪里拍 然后他们家一个七小 然后从美国飞到 台湾再从台湾飞到澳洲 再往澳洲飞回去什么的 然后住宿这些钱 总共八百多万人 对啊 我觉得笑 为什么这两个人要花这么多钱 但是我不能 而且那笔钱 直到我预算全部打完之后 他们才把它加进去 才变成一个完整预算 最后变成是 2亿零多少的预算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对预算的概念 这个事情上面 一直都有解决 当然赛德克一样 就是说 大家就说不是三亿吗 怎么变成七亿 六亿 三亿到七这件事情 不是三亿到五 三亿五或三亿到四亿 三亿到七亿 所以这个 我肯定会训练 就是它一定是 一开始的设计是 要拍一部跟两部这个事情 或者是说 我们长度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执行完 就会有这些问题出现了 它不是在一路超市的这个状况 这样子 或者说有时候我说实在话 有些超市其实 并 我可以这么说 其实百分之五十都会超市 不相信的名字 有啦 很多预算看看 因为 其实包括很多大周边 那个 或者台湾的一些地理 其实很多变质是超市的 那超市其实有说 你变成是一种投资 你要有这个概念 它可能是变成一种投资 因为说实在来我就说 我都不知道你在现在 你不是进我头戴啊 我干嘛 我其实是想帮你把片做好嘛 这样子 我扩子 零五年拍了一个鬼市 超市了很多钱 那是真的超市 超市了很多钱 超市了大概三千多万 两亿的女神超市了三千多万 后来 后来我也是一个 那个中华人这样子 我这是一种投资 我不是开玩笑跟他这样 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他讲说 钱质不够 那他说没有办法 老板就觉得钱质定在这里 要不然 钱质筹备花了八百多案 我可以任命杀出 我不要 这个案子我就不要 我在想两天想一想 难得有这个机会拍鬼市 还是 真假的 想说那就是把 那个筹备期砍一个月 然后把制作期砍一个月 后来发现 那个 这些时间全部都跑回来 就是我筹备到两个月之后 我喊不出开拍这样子 然后等下跟他两个礼拜以后才开拍 然后拍拍拍拍的 招了十三天这样子 那 所以当初的医院御故事没有说 本来他就应该这么多钱去做 可是 在那个过程中你跟他沟通 他就是觉得说 就这么多钱都要这样子 对 那当然还有其他方式去弄 就是说你可以砍剧本 或者就是什么什么 中共放自己想 但是我觉得 还是会把创意放来比较前段 就是这样的一个试图 其实这点 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既然面临一个关键性的选择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到 但是我一直问过 我才开放观众问他 我想问一下 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觉得其实最让我觉得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音乐 那我想问问看你在导演 你在电影音乐里面 你当初的想法 和想要予现呈现的方式 可以帮我们大家学一下 其实很接近 我原先的想法 他现在呈现的节目 跟我们原先的设定 其实是蛮接近的 但是在整个沟通过程 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最后 确定找新加坡的 这个配乐的师傅 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已经只剩下 几个月啊 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就必须要再录音间录音出来 这样 那这四个月 我们只跟他沟通过 因为我跟他详细沟通过两次 我还去掉新加坡跟他沟通 然后他先做出一个基本的主题 我听一下 我觉得没有问题 然后他就继续做了 因为其实没有办法一再确认 一再确认的话 可能会 事情会做不了 他就全部先做 差不多 他做差不多快 百分之七八十以后 他找我过去听一下 他的方向大概怎么样 没有问题 然后我去 稍微听 我一手一手这样听下来 越听越不对 越听越糟糕 我把戏了 事情大调了 因为跟我的想法差距太大了 因为他太重视那种情节 故事情节的那个 怎么讲呢 就是很多的细节 他都对点对得很准 可是那些情境的描写 就让我觉得说 太煽情了 太过了 太过了 这是我一直跟他说 不是要这种 我要 我希望那种 画面已经呈现很难过的样子 就不要再给他那么难过了 因为观众已经很重了 因为给他一种 稍微 可不可以他美一点 这个想法我回来 想了很久 才跟他一直 一直跟他 当天一直讲一讲 不对不对 然后讲到他以前 真的也蛮沮丧 那你快不干了 他就是觉得说 只是那一个月 然后被你讲的 好像会全部重改一样 那我花了三个月 才做成这样子 那只剩一个月 你叫我全部重弄 那等于是一个月 要做出那部电影的音乐 他都觉得说 我推了那怎么弄 可是回来 我一直还是 因为我可能 身心比较大调一点 我就还是一直 传简讯跟写一面 被他说 后来我找到一个说法 说 怎么讲 一开始我跟他想 讲一些音乐 可不可以鼓声鼓啊 鼓的东西多一点 或者耗那个放火耗 或者是一些地 喇叭东西 再多一点东西 不要一直都是选乐进 选乐出的 那感觉 人家觉得很惨 哇 这个太惨了 这个音乐太惨了 我不要只有一个惨 我要多一点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 我最后终于 因为音乐本来就很难沟通 你怎么会 我要难过一点 我要高兴一点 我要喜怒哀乐什么 很难在音乐里面沟通 后来终于找到一个说法 现在你的元素 你现在里面有悲壮 有七美 可是少了一个东西 你想喔 那个 七美是悲伤加美力 然后 悲美壮 悲美壮 悲加壮就是悲壮 悲加美就是七美 可是你没有 你没有壮加美 壮加美 美跟壮是什么 好迈 他们面对什么是好迈 没有好迈在里面 你少了好迈 我希望 多一点这种好迈的气质在里面 这样才能够 你不能只有 悲伤 然后 一直悲伤 然后做那个 没有 没有好迈 面对什么要好迈 面对 面对 就算家族要死 那种 悲伤也降低一点 把它美呈现多一点 多一点好迈的东西 再多一点 面对死亡不要那么惨 这样 多一点多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 正在最后一个人 做错 我一手都没有听 就要进录音间了 而且录音间在澳洲 在许 我去到那边 我就很紧张 你知道吗 然后他那天 他也很紧张 他也不知道我听了会怎么样 所以当天没有录 隔天才要开始录音这样 那天他我们去逛那个 那个有点像他们的当地的一些市集这样 一逛到我们两个都没有心事 他也不想跟我讲 他也不想跟他讲 那两个都很紧张 他逛了一下 然后很礼貌的应对一下 然后隔天进录音这样 我真的很紧张 我就这个毁了 就毁了 你知道吗 这部电影的音乐太重要 如果进到电影院 一毁了就完蛋了 这样 就音进到里面 然后他们开始拉 用先学乐跟管乐 他也去拉第一首音的说明 对了 对了 方向对了 然后我再多听了第二首 我就对了 然后我再听了那一首 比较淡的 好像听了三首以后 我就走出去逛街 对了 那个是 对了 就完全 完完全全放弃 那个方向也对了 就是对了 这样 这样的事 好 谢谢老爷 又被又轟友的音乐 我觉得其实音乐真的是非常感人 看完电影之后 音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觉得要给观众一个福利 我们借励他来到现场 要不支持 放手 好 已经迫不及待 要举手了 来 我们再开放提问 请问问好 就是说 因为我们幼七年提升以前的话 就是说要去的 然后支持都是比较难的 就是说 不然的话就是说 自己有去念一些事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你是接下来要怎么样去拍 那个台湾的事 这样的事 因为我们 我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因子 就是说 因为小时候就是说 我们接触都是一些 就是说 中国的历史 那结果我们 后来就是说 我爸 我考完高中之后 我爸经常问我说 你要去哪里 听说台湾的老板 我爸经常傻眼说 你不知道你住在台湾吗 那我那时候就这样傻丢 就说 你对我 我真的是在台湾 所以我就说 比较好奇 就是说 因为大家 未到的年纪也是 跟我在之前一点点的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说 你是如何获得这些 台湾牧师的一些知识 这样子 就是说 这个 题材是怎么获得的 那另外一个 问题的话 就是说 你是如何去 说服你的另一半 让你这样子 投入 正用者的工作 这样子 我谢谢你 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 我都坐了再说 坐了再说 这样子 大概这个 然后你说 要得到一些 其实 你到图书馆 就可以找到很多 一般的 你到 我那时候在台湾 我就到 那个 中央 中央图书馆 我都找 我都找 论文 找那个 研究所的那个 论文 也就讲 你要想要研究哪一个 时代的历史 你就去找那个 研究 研究所有很多 这个科 这些科系 找那个论文 论文里面 他已经帮你筛选好 他已经看 从很多书里面 把精华都弄好了 然后你再从 你最想要了解那些东西 你去找 后面他参考哪些书目 然后再找到那本书 你想要找到书 然后再去看更多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很方便 其实 去图书馆找 论文其实 蛮好用的 我想他的问题是 你要怎么样 述说你下一部电影 而不是怎么找资料 说下一部电影 还是你知 就是说 你接下来的 那本书是什么 你找资料 我来之前 有没有到沟通过 我要问他的相关 会算不想讲 我不想讲 因为我不喜欢被绑架 这样子 我如果讲这个 去做那个 人家就会骂说 你说话不算话 你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如果 讲了说 我想拍那个东西 然后一年没有动 人家就会骂说 我赚到钱了 赚到钱了 我忘记出众了 我不想讲 我这次我要享受 享受的是 我要找到钱 我不要再被逼着 逼着做一些事情 我先做 我觉得你个性不是这样的 你会想做就做 可是你要 我想做就是对 放在心底下 找钱不要摆出包 整个态度表现出来 他们都看穿了 又说我不给你 姐姐你做出来 我再给你 好 下一个 郭基努 谢谢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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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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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坐着讲 我先跟你报告 我在巨蛋第一场 首映会 就上下两集 我就买票 继续看完了 这样等一下 可能会发生可以 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 就是 我第二个是 我会带我的学生都去看 因为 听说今年基生 会考赛德克巴兰的题目 所以我上课都鼓励 我的国中生 都要去看 我说你回去看老师 带你们去看 然后我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出钱 然后第三个是 我们 我现在就读研究所 那因为 我的德顺文化研究所 那我的教授 因为你拍这个片 他有告诉我说 你没有要上赛德克 这样 就想要跟我们 因为我们有开 原住民的语言 那我们觉得是I miss 老师到我们选择 那因为 他就说 那我要去学赛德克 有一些去跟他 拿出这样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 第一个我想问您 就是拍摄的这个片子的目的 因为在很多原住民里面 比如说富农组 也有三大康日英雄 可是我觉得很想问的是说 那您基于什么样的目的 要拍摄这样子 就是赛德克组的这个题材 那第一个是拍摄的原因 那第三个是您拍摄的方式 就是在影像的部分 是比较惨的部分 对就是这三个问题 就是原因的目的 还有方式 谢谢 我先翻译一下 但是我觉得要浓缩一下 我觉得题目太大了 拍摄原因目的 拍摄的方式 我觉得那个方式部分 就是电影院的运进手法 这个三角可以搭配 不过我觉得 你可能筛选一下 你可以 就此可以搭配 先谢谢您提供我们 另外一个可能的 找票的方式 我们以后去跟 去跟他谈一下 可不可以 这些是我们的 老师说 对很多老师都知道 近年几次后的看法 麻烦你把这个小时唱 考虾大选也要考这个话 考虾大选也要考这个话 所以就应该做个说话 那你说那个 那个 为什么要 物色世界 其实 其实在 其实你说布农组 布农组三个 那个我也知道 当时我也想过 可是布农组那个 就是以电影 电影还是要有电影的 方式去呈现某些部分 那 物色世界 刚好是最适合把它做成电影 因为它是在很短 很短的时间爆发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 怎么讲 一个瞬间爆发 瞬间结束的一个 一个题材 它最适合用电影的方式呈现 那 那个布农组的 那三个 三个头目的那种 那种 那种故事呢 你如果说要讲 它是一个很长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 你会弄成引擎 或者弄成一个 一个比较长版的那个 纪录片 来去讲 它会更生动一点 然后 因为布农组的事件 它的戏剧张力比较强 然后它又发生在一个 不该发生的年代 然后我们又找到一个 从猎人的角度 从他们的信仰角度 做切入的一个官媒 去诠释它 所以很多的东西 让我们觉得 我们如果把这个题材 用来用电影去诠释它 更容易发挥 那个戏剧的功能 以及更容易把一个 族群的文化东西 讲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大概是 这种角度之后 我们做了这个案 先做了这个案子 那你说 还有很多题材 我当然知道 我总是要选一个啊 我总是要选一个 那我那时候的选法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题材最好做 做 对于现代文明的观众来讲 最有挑战性 那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大家有些人会觉得 挑战过头 那挑战过头的原因 大家必须要先放下 你的文明的价值 真的 这个东西真的要放下 你没有把这个东西放下 你永远 你永远会歧视 另外一个族群的心态 你知道吗 你说残忍 什么叫残忍呢 残忍的地理是什么呢 杀狗残不残忍 杀狗 狗 吃狗肉残不残忍 那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你总有其事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今天一个强势的文明价值 让整个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文明价值 不代表它是唯一的价值 文明的价值是什么 炸弹是文明吗 它不残忍吗 枪炮火药是文明吗 它不残忍吗 很多东西都是很残忍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一刀剁下人头 这个叫做残忍 因为你看见了 你是文明的价值 无法接受的 所以一定它是残忍的 你为什么不适的 把自己的文明的价值 通通拿掉 把你最教育水平拿掉 把你的国际 整个国际的形式 那种观念拿掉 把你的世界观拿掉 把你的政治价值拿掉 全部通通拿掉 把你的钱的价值拿掉 全部拿掉 当你的世界 只有你这个族 跟外来的族群 跟你的传统信仰的时候 你怎么去就做决定 你怎么做决定 你现在所发生 你现在所照顾的是 你怎么做判断做决定 这是我们这部电影 要传选给大家的意思 就是说 我并不是在 单纯只是在诠释一个物色事件 我是利用这个物色事件 所以这个背景 希望大家宽容一点 去看待我们的历史 族群的历史 我们身为后一辈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 批评我们的上一辈呢 他的学习没有你多 他的世界观没有你大 他的政治角度 没有我们现在的那种民族政治 他的生命的传统就是活着 那他为了活着 为了生存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有什么错 我们现在多少人能够为了 多少人能够为了活着 去做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是经常在妥协吗 为什么我们的妥协就是应该的 我们的上一辈妥协就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 一个人有罪 他杀了人 我们判断他 有没有 我们判断他有没有罪 是看你是为什么愿意杀人 你是蓄意谋杀 还是意外杀人 还是你是自我反馈杀人 然后再来定他的罪的大小 然后判断他有没有罪 罪的大小这样 为什么我们对待我们上一辈 上上一辈就这么残忍的 不能用这种判断去判断他 就只能说你是残忍的 你是务必的 你是野蛮的 你是什么 那我们呢 我们呢 一颗炸弹炸下去只死一个人吗 一颗炸弹炸下去只炸死男人吗 哪一场战争 女人跟孩子不是首先的牺牲品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族群的概念 像我们 我知道成人经常有人在挑战 就是被挑战的东西 一刀砍下头 就表示仇恨消耻 那我们现在报仇的方式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跟你有仇 可是当我一刀划下 以后我们是朋友了 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尤其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 猎杀了一只猎物 然后他要统拔他这猎物 肢解 让他一刀痛快的时候 他跟他讲什么 谢谢你 谢出你的身体 让我家人得到文保 我们现在的文明概念 有教你这一块吗 只教你怎么样出人头地 只教你怎么样 怎么样抢别的位置 怎么样保住自己的位置 我们的观念已经脱离那个分享的年代太多了 脱离那个一刀解决仇恨的年代太远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也许很多电影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本来也不想解释那么多 可是慢慢发现好像我们电影需要解释一下 那不然 因为我们真的文明太久了 对不起 这个题目我讲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就是希望你们再去看一次 也许能得到那样的感受 是拍摄的原因吗 还是目的 你说目的 目的 希望大家多一点 多放向你们现在对我们的一个价值区域 去看看 去看看 不一样的人的不一样思维 其实这模型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在做判断的 你知道吗 那应该不好的 对不起 猜到 就是你们拍摄的原因 我一直看到报章杂志说 你们只是看那个漫画 对 姚先生的漫画 然后就让你们用相机器 就觉得当中真的这么简单 当中真的这么简单 当中不止这么简单 还是开头啊 我是因为看了漫画 才开始去找资料 看了漫画就写了这个剧本 如果那么简单的话 那我说我在 刚刚说我在那个图书馆里面 套在图书馆里面那么久 对啊 就找一大堆资料 然后你这个东西 当一部漫画 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的观点 因为漫画也漫画的观点 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 我们也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漫画是起因 开始对这个题目开始产生有趣 想要去了解的一个开始的原因 好 我们会后有助理在现场 可以预约一下专访导演的时间 好 您有问题我需要解答 我建议是这样的方式处理 谢谢 那 这位外国的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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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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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我们的父亲那一辈 他就建议过日本的 他的童年就在日本 就在日本统治 我的祖父 他一辈子都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这样子 就只有很多东西是我 是 是 是 就是 不是故意的 就是 你不小心就会提到 你只要提到 幾年前 六十年前以上 就提到 就是一个很难 割死掉的一个 一个基本元素 倒不是说 很刻意的想要去讲什么 这样子 那个 好莱坞的问题 就是 像海角西洋的时候 那时候是被问的最多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当时台湾的电影要 要在电影院播出 其实有一个蛮困难的点 就是 一般 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没有汽车就被拉下来了 因为 整个好莱坞的系统 基本上就已经 好莱坞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